2024选举进入倒数选战也越来越激烈 国民党屏东县第一选区立委候选人黄明贤 邀请同党及先议员及乡政事理长 代表共同召开记者会 2024平北立委选贤你呢 黄明贤公布立委选情民调 这份网络民调数据显示 黄明贤以38.99%的支持度 胜过中嘉宾的36.5% 领先幅度约2% 黄明贤表示 这份民调颠覆了外界 屏东市民进党铁票区的既定印象 显示自己过去八个月的努力 已被相亲肯定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让民众知道 选举政治都是需要一步一脚印 你必须要做给民众看 你必须要让民众知道 他需要的时候你都在 这才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民众需求 黄明贤表示 民调是委托皮尔森数据设计问卷并执行调查 执行时间为今年12月8日至12月12日 抽样方法采用网络主动发放调查方式 并在性别年龄与居住地比例 分层随机抽样进行调查 以屏东县立委第一选区年满20岁以上的网络人口为调查对象 5日内共搜集了1180份的有效样本 他认为网络民调是符合现代潮流的调查方式 那我这次纯调查样本全部都是网络的 包含了这个IG包含了脸书包含了其他的一些 网络相关媒体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符合现代潮流的一个调查方式 那因为以前传统方式就有手机跟电话 那或者还有其他的不一样的调查方式 我想因为在平北八乡镇我们做交叉分析 那交叉分析中跟我目前跑起来的感受 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那我认为我还有很多需要加强的地方 这是一个仅供参考的数据 在黄明贤公布网络民调结果后 争取连任的民进党立委候选人中嘉宾 也随即召开记者会 公布由山水民一公司在12月11日到12月13日 调查的最新式化民调 中嘉宾是以41%的支持度 领先黄明贤的28.9% 显示稳定领先12%以上 认清式化真民调 小心网络假讯息 如果蓝银可以接受网络民调 那蓝白鹅今天就是柯文哲 所以呢我们也相信任何在区域立委 或过去的县市党的选举的候选人 一定有做事化民调 传统正规的事化民调 正统的事化民调 那我相信我的对手也不例外 因为我也有做事化民调 那他不会只有一份网络民调 请对手也将你其他的事化民调 拿出来供参考 中嘉宾强调 因为网络民调的限制 公信力较难与事化手机民调相提并论 王明贤则回应 以去年九合一县市长大选 皮诺县长选前皮尔森网络数据民调 蓝绿双方只差百分之二点八九 与最后选举结果差距百分之二点五 只差百分之零点三九 预测精准 虽然双方激烈交锋互不相让 不过两阵营都认为 民调仅供参考 仍会继续努力争取选民支持 记者张如荫有见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